它的指点呢是第二掌骨底的背面 是第二掌骨底的背面 它的功能我们来看第一个功能 它可以伸 伸万关节 万关节的伸展 因为它在饶侧 所以说呢它的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可以 第二功能可以外展 万关节 外展万关节 如果饶侧万长生机 损伤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的集通点呢是向 外上科 一个是弓骨外上科 还有手背的鼻炎窝区域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你现在把你的拇指 往上伸展一下 会有一个窝 那个窝呢就是鼻炎窝 它会向这个鼻炎窝这个区域啊 传导疼痛和压痛 还有呢它能造成功骨外上科的疼痛 患者呢经常会说它的拇指这个位置疼痛 拇指到鼻炎窝的这个区域 这是饶侧万长生机损伤以后产生的疾痛点 我们再来看饶侧万短生机和齿侧万生机 饶侧万短生机呢 它也是起于宫骨外上科 它的指点呢是比饶侧万长生机靠后一点 在第三掌骨底的背面 第三掌骨底的背面 齿侧万生机呢 它的起点也是宫骨外上科 它的指点呢是到了第五掌骨底 这是齿侧万生机 先来看饶侧万短生机的功能 饶侧万短生机啊 这几个这几个万生机 它们肯定都可以生万 所以说呢 它的第一个功能就是生万 第二个功能呢 也是可以外展 外展万关节 这是饶侧万长生机 这是饶侧万短生机 也是可以 可以这个外展万关节 齿侧万生机 同样的第一个功能呢 也是可以生万 也是可以生万关节 它是在第五 第五掌骨底 它的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可以内收万关节 正好和前面的两个万生机相反 因为它长在了第五 因为它长在了第五 前面的是长在第二和第三 它就可以内收万关节 如果饶侧万短生机 损伤以后啊 它的机通点呢 是向手背 还有 还有这个万部 大家看这个位置 手背 还有万部 而且呢 它是万部中间的这个位置 是它是万部背侧 最常见的激进膜痛的根源 如果是万部背侧出现疼痛的话 我们首先考虑饶侧万短生机 此侧万生机呢 它的机通点就比饶侧万生机更少见 它的疼痛模式呢 就是也是在万背部 但是它是偏 此侧 偏此侧 我们把三个手生机 都放在一起来看一下 总结一下 饶侧万长生机呢 它的机通点 一个是公骨外伤科 还有一个呢 就是手背的鼻烟窝区域 也就是说呢 它的更靠饶侧 然后饶侧万短生机呢 它是靠中间 手背部 然后此侧万生机呢 它就是靠此侧 这样呢 我们就把三个万生机都分分出来了 然后就是说 我们分为三个部位 一个是偏饶侧 一个是偏此侧 一个是靠中间 偏饶侧的是饶侧万长生机 偏此侧的是此侧万生机 手背部 还有这个手腕 偏中间的呢 就是饶侧万短生机 它们的起点呢 都是公骨外伤科 这样就比较容易分辨了 如果它们损伤以后 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你先看它的位置 看到它的位置以后 我们大体呢 就能判断 是哪一块肌肉损伤 但是呢 它们的基础呢 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从公骨外伤科这个位置 进行一个扫次 你如果想精准的定位的话呀 你就可以让患者做一个身腕 加饶偏 或者是尺偏的动作 你比如说尺侧万生机的话 你让它伸万的同时向尺侧偏斜 手腕向尺侧偏斜 这个时候呢 这个地方会有一块肌肉鼓起来 鼓起来的肌肉呢 就是尺侧万生机 我们就在鼓起来的位置呢 去找牙痛点 找到牙痛点以后 我们就用0.5乘75的原理针 向下评测 评测以后呢 可以左右扫一下 同样的 如果是饶侧万长生机 或者是饶侧万短生机呢 我们就可以让它做一个背身的 腕关节的背身的动作 同时呢 做一个饶偏的动作 这两个动作一起 然后这个地方就会鼓起来 鼓起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牙痛点 找到牙痛点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0.5乘75的原理针 皮下扫次 其实呢 我们看图中 饶侧万长生机的几种点呢 更靠上 饶侧万短生机呢 更靠下 这是他们的区别 但是呢 其实我们用原理针的话 其实都扫到了 你都可以扫一扫 然后都能够给它分解下来 这就是手生机的处理方法 然后这是我们的配套书 我们的配套书